哈喽,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来了,追甜蟲剧就是要看大量的高堂吻戏 最近,吴蕾和赵金娃热播的《在暴雪时分》吻戏很多呢 据说,足足有26场吻戏 像《偷偷藏不住》《在暴雪时分》 这些甜蟲剧算吻戏已经算多了,但还有更多的 以下是网易,吻戏超多,甜蟲录剧,Top10 一起来看看哪部剧吻戏最多吧 网易,吻戏超多,甜蟲录剧,Top10 赵露丝,陈真远,偷偷藏不住 《偷偷藏不住》真的高堂,有网易统计《偷偷藏不住》的吻戏有大约10场吻戏 不过,这是不包含亲脖子,亲额头的数量 段嘉许这位老狐狸真的很会呀 剧中,他和桑志确认心意后,就一直轻一直轻 还记得那句,嘉许哥,那句超让人脸红的台词吗? 张嘴,哥哥叫你怎么接吻 这让人怎么能不磕呢? 赵露丝也表示,《偷偷藏不住》是他拍过吻戏最多的剧 剧里汤圆吻,纽扣吻,华冰吻,每个都甜到猪牙呀 网易,吻戏超多,甜种录剧,Top9,杨杨,迪丽热巴,你是我的荣耀 杨杨和迪丽热巴在你是我的荣耀的吻戏也不少 前期两人还没确认关系的时候,看到大家都好心交 而后期,乔晶晶和于途开启甜蜜恋爱梦时候 两人就各种吻,吻不停 根据不完全统计,你是我的荣耀大概有20个吻 重点是,每个吻都超级欲 杨杨好慧吻,当时还成为微博热搜辞 你是我的荣耀,吻戏非常多 KTV告白初吻,雪中吻,游艇吻,口罩吻,张鹏吻 一段90秒吻戏到床戏,让大家看得小鹿乱撞 于途把晶晶带回家,耐不住浴火 一进门就抓过来疯狂强吻,把晶晶都给吻蒙了 最后直接抱进房间,就那个什么了 于途前期看着那样的纯情正经 没想到也起来挡都挡不住 甜蜜又兴张力爆棚,太热火了 网易,吻戏超多,天重录剧,套帕8 谈剑次,周也,很想很想你 很想很想你和赵宝雪时分一样 都是莫宝非宝小说改编剧 吻戏一样超级多 网友统计,很想很想你大概有22个吻 而且这部剧主打美食 墨清城和孤生好几个吻戏都是不同味道的 有蓝莓味的吻,还有草莓味的吻,超甜 去年谭剑次在长相思和杨子的吻戏不多 其上吻戏都是精进点水 不然就是为了斗气的吻 当时谭剑次笑说 长相思没让他用上毕生所学的吻记 这次终于在很想很想你用上了 谭剑次的毕生所学果然厉害 超会轻 网易吻戏超多 甜重录剧 TOP7 吴磊 赵金麦 在暴雪时分 如果说偷偷藏不住吻戏不够看 最近完结的在暴雪时分 吻戏足足有26场呢 虽然剧情被部分观众稍闲太平稳 没什么冲突感 但从头天到尾的《纯爱走向》 还是获得许多网友喜爱 这部剧从首播到完结篇 都稳坐中国戏剧热度榜冠军 斗完分数也开出6.9分的好成绩 剧里床冬 壁冬 车窗吻 冰箱吻都超级高堂 俊俊最喜欢其中一幕沙发吻 吴磊直接把赵金麦抱着亲 男友力MAX 大家都说 在暴雪时分的吻戏 有种又蠢又郁的感觉 剧里大多是蜻蜓点水的吻 但亲吻前都互相试探 让大家都看得心痒痒的 而且吴磊和赵金麦互动很自然 就像现实中的小情侣 两人火花炸裂 网易 吻戏超多 甜宠录剧top6 严承旭 徐若涵 夏花 夏花吻戏也超多 这是去年默默冲出高频的甜剧 讲述一个患有白血病的花鸡少女 喜欢上落魄大叔 多次与她不期而遇 产生了爱情 夏花 严承旭和徐若涵差了21岁 本来被吐槽是书纸恋 没想到剧集拍得很有美感 夏花只有短短24集 而主角一共有30几个吻 重点是 严承旭超会轻 后景吻 车内吻 画室吻 星空下的吻 夏花的吻是会让人看了心痒痒的那种 导演很会拍猴截 手部的特写 搭配演员的眼神营造出氛围感 性章里这就有了吗 网易 吻戏超多 甜宠录剧top5 胡一天 乔欣 小峰报纸 时间的玫瑰 胡一天和乔欣 转的小峰报纸 时间的玫瑰 也超级犯规 用网友整理了 剧中的吻戏合集 包含一些被删减的部分 竟然也高达30个吻 还有各种抱抱举高高 也有46个 都是从头腻到尾呀 而且胡一天也好回轻啊 这部剧的吻戏 同样是成人式路线 绝对不是以前 大家看的那种清晰小甜剧 故事也十分带感 讲述 睿智帅气 心思缜密的职场精英高山 为复仇 接近女主角 林沃 富黑男 vs高知少女 两人的爱情在阴谋中 难辨真伪 相爱相杀 针锋相对 高堂又高虐 忘义 吻戏超多 天中路具 Top4 杨子 肖战 余生 请多指教 余生请多指教 撒糖桥段可不少 吻戏也没再客气 民宿吻 洗碗吻 地图吻 日出吻 沙发吻 全局一共有41个吻戏 杨子和肖战真的轻不停 余生请多指教 其中一集 杨子和肖战 足足轻了11次 顾医生不谈恋爱还好 一谈恋爱后 就化身皆往狂魔 拍个照 要亲一下 坐在沙发上 要亲一下 大家都笑说 请问到哪里 可以领一个顾卫医生 需要这样的高帅神仙男友啊 网易 吻戏超多 听众路具 Top3 罗云戏 白露 半世蜜糖 半世商 半世蜜糖 半世商 原位糖浆CP 也是轻到忘我 虽然拖到第21集 才从双向暗恋 变明恋 但明恋之后 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 高速前进 十分钟之内 吻了三四次 然后就毫不啰嗦 就立刻火烂烂的闯戏 半世蜜糖 半世商 吻戏多到吓人 同样是 填充剧中 频率相当高的 初学吻 电梯吻 沙发吻 地板吻 从床上吻到地上 从办公室吻到家 重点是 每个吻都像 要伸进喉咙里一样 超级真实 网易 吻戏超多 填充路具 Top2 龚俊 宋依人 看见味道的你 龚俊 以山河令 总风前 曾演过小甜剧 看见味道的你 这部剧的吻戏 超级多 看见味道的你 讲述 九评界的天才 陆微寻 和从小就没有味觉的女孩 何不醉 由于意外接吻 竟导致两个人 味觉互换 展开的爱情故事 看见味道的你 因为有意外接吻 加味觉互换的梗 所以剧中 龚俊和宋依人 真正是轻不停 足足有六十多场吻戏 龚俊自己也认证 这是他拍过吻戏 最多的一部剧 网易 吻戏超多 天出录剧 Top1 行招0 两集 双式宠飞系列 双式宠飞的吻戏 也是多到经典呀 三部一共八十场吻戏 其中最多的是 双式宠飞2 不过就端端三十集 竟然有四十二场吻戏 每一集都在清 而且吻出各种花样 让剧民一边追剧 一边喊着好羞耻 一边又呐喊 拜托再来多一点 双式宠飞改编自饭缺的小说 报效宠飞 耶 我等你休期 2017年上当后 话题爆棚 也捧红了两位主演 隔年推出第二部 累计播放量也高达三十七亿 三部都非常高堂快进 好了 看完以上网易 吻戏超多 填充录剧 Top10 你是我的荣耀 杨杨迪丽热巴 二十几个吻 余生情多直将 杨子和肖战 四十一场 龚俊这部六十几个吻 对子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